Doctor有网友就说他用了这个 以前每个月月入两万多都要超支透支 实行了Doctor你那些简约方法之后 又争取时间练功 现在每个月都不用超支不得止 还有一万元存起 很感谢Doctor你的教导 还有发觉不跟潮流可以增强自信 这件事很值得可以说 那他也挺聪明的 如果有两万多超支 你很容易超支 三个月有一部新电话出 你又要订一订 接着有这么多新的古灵精怪东西 又要一年四季要换衣服 如果你试用我们的方法 两万多五元人本 应该只剩一万多就正常了 也只剩少了 你早餐做黑豆浆 做些漂亮的面包 买些漂亮的牛油之后都搞定 接着坐电车看报纸看书 留一段路程 每个月有钱只剩一年半载 你原本欠人十几万佳数还了之后 你还可以剩十万八万佳在储宿户口 你会有安全感 没那么腾鸡的想法 所以财政一定要健康 身体要健康 你财政要健康 不可以负债 你一负债 你没有了很多灵感 又怕老闆炒鸡 又怕老闆炒鸡 又怕卡数不知如何抓 那你何来有创意 所以这个是值得推广的 很多谢这个网友来和大家打气 你有自信的 你不用自卑 要买个漂亮的手提电话 他表示自己的身份 你有关自华 你用其他东西表现自己的财华 不需要用钱包装自己 另一个学问 等于我们见到大楼 难道会输给他吗 他有钱是怎样 两下收到他的工 怎样收法 是吧 想花钱包装 给三个女孩一起花钱 不可以 有钱的器皿都花 因为有十几种药在包装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你对着那些人 你不需要自己摄腰 你是有那个自信 所以你一定要身体健康 心灵健康 一路争取自己的知识 你一定要学回两三种技能 要学回两三种技能 因为你不够用的 还有你减弱了 你是用时间多了给别人 即是不会三分极度 他出去花钱 你用多了时间是要学东西 看多本好书也好 消化学问 你都更加自己 那你很充实的 还有你会选择朋友来往 你会说三分极度 搞这些无谓的事 我会认为 你会选择 我会选择 你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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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选择